我们所有模块的配置呢 都放到模块这个对象里面 然后它下面呢有个 Ruth Ruth是个数组 因为它里面可以放N条Ruth 每个Ruth呢是一个对象 我们来配置一下对JSS 语法来解析的就是Ruth 首先呢就是Test 然后是一个正代表达式 我们呢就写成点JS就好了 结尾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简单 目录层次非常的清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 如果是复杂的呢 大家也需要就是用复杂的写法 就是甚至呢有必要的时候 用上Include或者是Exclude 下面一个就是Loader Loader呢我们就用Bibble-Loader 但是这个一定要安装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Include 它告诉我们呢它推荐的是什么呀 推荐我们用绝对路径的数组 可以看到它Include是用的什么 这个我们也就是类似的写法 就是Include 然后写上我们的SRC下面的Script就好 数组 然后呢它是推荐的是用绝对路径的 所以我们用 然后像我们这个呢就是SRC下面的Script 对吧 好我们用这个规则呢来进行一下简单的构建 好 好像这次构建成功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构建结果 第一步告诉我们哈希 Webpack的Version用了多久 然后下面就是构建出来的内容了 就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index.js 是755kb 这个给我们标黄了 可以看到有个big 是它的提醒 这个后面也可以关掉 但是最好不要关 如果你看到你构建的文件过大 说明大概是有问题的 有些比较大的酷啊可能能提取出来 然后呢说涉及到的两个文件是这个 剩下还有endormodels 它没有给列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构建 构建的结果是什么 发现这次构建的内容变成超级大了 不再是以前那么小了是吧 然后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是Webpack很多运行环境 然后它还把就是说react什么的 都给打包进来了 所以才会这么大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前面我们不是写了一个index.rtml吗 我们就是说引用了相应的css跟js之后 但是现在css没有了 我们还没有刻意处理css 帮我们删掉了 我们看一下没有样式的 这个能不能render出我们程序 所以写的页面上应该有一个this is a test 刷新一下 发现可以 说明最起码我们现在成功了 只是没有样式 下过呢我们就解决样式问题 我们可以为了这个配合我们程序做一些改造 我们也不用写这么复杂了 最外层呢我们就定义一个container 我们可以用一些less的语法 好 然后我们做一下 就是说引用在这里面呢 就只写一个box 我们可以多写一些 请333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有个pending 判定等于10ps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 font size 随便写一些 然后可以让它forward的时候变个颜色 用一些less的语法 把它变成 绿色 好 写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同样用入口的概念 什么叫入口啊 就是这些引用呢都是内部解决的 而不用我们在外面 像刚才我们bill出了两个文件 除了引用index呢 还需要引用这下面的index 我们让这个呢 就是自己在外面就说引用了 我们可以用一下less的and import指令 这样 然后啊 我们就是说 在这里面 直接就是 import 我们认为它应该在哪 点点-still 下面的index 这样 我们就说对于样式文件呢 引用引用的概念 就是这样 别人只要使用我们组件的时候 引用这个组件 也不用管 刻意的去处理样式问题了 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做的优劣 我们姑且不说 我们先说怎么实现 好 这个首先就涉及到最基本的一点 对less文件的处理 是不是啊 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less 这个就是文档比较好的地方了 我们可以在这搜一下 大概一看有一个less load 第一步肯定是安装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使用 给我们的简单介绍 我们首先呢 就是安装它 把它给就是说安装上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啊 也是多了一个 然后test呢 是点less 然后use 看一看 它分别就又用了三个load 这不只是less load 还用了cssloader less loader 和style loader 分别这几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给大家稍微放大一点看 对于多个loader的时候 首先我们说 它是从下到上执行的 第一个less loader 我们很容易想到 它也说了 就是compileless to CSS 把less转成CSS 第二步呢 就是cssloader是什么呀 它就说translate CSS into common.js 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能用 import那种方式来引css 就是因为它帮我们把css 转成common.js了 然后最后一步呢 使用style.loader 就create style node from js string 就帮我们啊 转成js string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把css转成js 我们先不用管这样的优劣啊 我们先来实现一下 就基本上就是把它的配置 给粘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忘的是什么 把这三个包都给装一下 安装过程同样不给大家演示了 然后在root下面呢 我们增加一条 占多了 这些配置文件 一开始大家可能背不过 都是简单的 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按着文档一步步的查 因为这些非常繁琐 大家可能会记不住 点less文件 我们呢 就是因为我已经安装好了 这几个所以就不再重复安装了 按照这几个重复处理一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为了 预防大家误解 可以先把这个东西给注视点 我不引用css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构建一下 发现这种时候的构建结果呢 出了这两个 又给我们多了index.less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看页面内容就好了 因为构建出来的文件是超级大的 我们可能不太好看 但是看文件内容就可以看出来 哎 就我们刚才写的css都生效了 包括两个 一个是container 回忆一下我们代码 我们写了两部分 一个是container 对吧 他只做了一个600ps居中的容器 然后内部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box 做了这个horror还变绿色 是他写的 发现就两个都被我们引用的 但我们看看这些样式都是在哪呢 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 帮我们生成了一个style标签 是不是啊 就是给我们把style呢给内联了 我们接着就是说来看着按照文档走 这个文档写的还是非常好的 这样其实也都会遇到大家说的问题了 如果就是说我不希望所有的css 你都给我内联了 可能对于有些h5的场景或怎么样 css内联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但对于我大部分 我有很多common的css 你给我打包什么的 我觉得不好 我想就是说独立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按照它的文档一步步的看 首先就是看第一个 就是说刚才我们只是 就说直接粘的代码 我们并没有仔细读 可以看到它并不是用的一个loader 像我们似的在外面 直接写了一个loader 它用的是一个use 对吧 use里面是一个数组 然后用了多个loader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支持点 就是说如果一条规则 需要使用多个loader解决 怎么办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用use来解决 然后看一下它下面就是继续的写法 我们还可以呢 在lessloader里面加一些配置 就是strict match no iecompact 就是IE的兼容物也不要了 怎么样的 我可以加page 就是再加options 这个具体就是每个loader的配置了 我们需要查每个loader的使用方法 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展开介绍了 然后再往下 它说在生产环境你怎么办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在开发环境你可以这么玩 直接就是说把它给build到本地了 非常方便 但是在生产环境你肯定不能这样了 对不对啊 因为就是说就像大家提到 我有些css我是想提出来的 我不想像你这么用 怎么把这些css给提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下面的支持 就是用这一个 extract text plugin 我们可以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安装 所有的安装过程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按照它这个 可以看看 我安装好这个plugin之后 然后给它实力化一下 写上file name disable file name呢 可以看看它就是name.hashi.css 我们缓存有多种多样的控制方式 一般我们发布并不会直接用这个文件发布 会走单独的发布系统 缓存是有发布系统那边控制的 所以一般我们用name.css就行了 然后还有个disable 其实它这个是说什么呀 在开发环境下 我就不把它给提出来了 就在页面本身嵌入就行了 可能是为了调试方便之类的 但是在生产环境下 就是这个东西不用了 或者是反过来 就是它这个disable是说 看看你是不是在那个开发环境 是开发环境我才给你disable掉 如果是生产环境我就这么干了 因为开发环境disable掉 我方便看 如果我这是开发h5的 是不是啊 我就是想让它内联 大家知道这有个disable选项就行了 就可以根据环境做不同的配置 然后use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儿 它有两个基本的use之后 它这里面 它把style loader给拿了出来 为什么呀 style loader只在开发环境下使用 作为fallback fallback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只在开发环境下 才会这么干的 这个实际上也是说 前面如果两个失败了 也会走到这个流程 但是如果我直接用环境 也会走到这里 然后最后呢 我们做完了这两步之后 其实这一步可做可不做 但是最好我们就按照它的教程来 对吧 最后可以看到它还加了一个plugin 就是说声明一下我 除了用model 我还要用这一个plugin plugin就是实力化的 我们可以把它的代码移植到我们的项目中 看一下 看一下到时候具体的执行效果 这种时候我们肯定就是 需要把这个先给 注释给去了 我们需要单独的拎出这个文件来 不能让它给 就是什么 看一下配置 首先就是引用 引用了之后呢 use 把这一个use呢 给拿出来 是不是啊 然后 加到fallback里面去 看一下fallback写法 直接 因为它也不用写了 就一个 如果多个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写 如果就一个style loader的话 可以就是直接用字符串了 但是我们站错了 拿出来的是第一个 就是最上面这个 就是把它给转成那个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再 就实力化一下这个plugin 可以看到就是 内部呢 我们可以不用它这 我们就直接用内部.js 但是呢 我们想给它改一下路径 默认呢 它是跟着这个script在改的 我们希望就是说 把它的路径呢 给改到style下面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 用相对路径是比较危险的 这里就是我们可以 改成绝对路径也 但是这里 Vid2 方便 我们就用一下相对路径 就点点杠 style下面 这个 因为呢 它现在肯定是在script下面 是吧 我让它在点点杠style下面 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不行 我们再改成绝对路径 disable disable是不是出呢 就是node 1人v 是不是development 然后呢 我们再引一下这个plugin到最后 那plugin是在哪儿啊 跟着model是平行的啊 是在model之外的一个东西 plugin 这样 好 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引用一下这个plugin 第二个呢 实力化一下它 说一下我们想把哪些东西 就是把这些css给拿出来 然后 还有一步需要做 就是我们需要应用它 因为我们前面呢 只是简单的把它给配置进去了 最后一步 用use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配置文件呢 再在外面包裹一个use 就是use之间呢 是能互相嵌套的 可以直接把它这个粘过来就行了 图示 就是把我们之前写的use呢 其实就是替换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刚才写的东西 是不是啊 然后它呢 是在外面又包裹了一个这个 就是应用一下这个 看起来会稍微复杂点 不过我们跟着文档做 也不会特别复杂 而且这个东西还是经常用的 好 我们来重新构建一下 看一下这种时候 哎 看这个 多给我们生成了一个index.css 是不是啊 这样我们的css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在index.日前秒里用它就可以了 再往页上看一下效果 效果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这种时候啊 head里面已经没有那个style了 而对应的是我们这个style文件 这样呢 我们就把less给用上去了 我们再带着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过程呢 是稍微有些复杂的 但是 就是几个原理 还是比较清晰的 首先就是use loader 我们用多个loader的时候 用use就好了 然后呢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配置 就是说我首先需要用一个plugin 把单用的 把哪些css给提取出来 我就在这use它一下 对于这个规则的东西 我都给提取成单独的文件 但是呢 提取出来的文件 跟script是在一个目录下面的 所以我需要改一下它的路径 在这里简单改一下路径 name呢 还是用的它的原文件名 这个disable 我可以做一下 就是根据不同的环境 走不同的配置 对吧 如果我在env里面 给传进development它的话 还是把它给生成了 就是说内连的 对吧 好 关于显示就是说这个内容 我们就做到这了 然后我们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成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 为什么我们要把css给提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它这样用css有点浪费 你全都给我view到一个文件里面 view到我的html里面 我觉得就是不能利用缓存了 同时就是说不能利用缓存的 还有什么呀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js文件超级大 而且它也给我们说了 755k 感觉这块是有问题的 我们如何呢 就把这个文件给提取出来 就如何把它给提出来呢 对于第一种场景 实际上我们经常见 就像我们用gquery一样 我们并不会直接就是说 就是要求每个文件 都把gquery打包进来 我们全网站可能每个页面 都用gquery了 这种时候呢 我就每个页面默认就引用gquery 然后有个全局变量 对吧 我有个全局变量就是gquery 你在文件里面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种时候就是比较好 外部我们已经发它 发到cdn了 不用你在这单独处理了 在很多流程里面 对于react 还有react.dom这两个 我们也是有一样类似的处理方式的 就是说什么 react跟react.dom 你不要给我打包了 我都知道了 就是我都有全局变量 直接就用全局的就好了 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case 我们可能在页面上是这样的 直接都有react跟react.dom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随便写个路径 就表示react.dom都有了 你直接用就行了 自己里面不用写了 但是我写代码 我在本地的时候 或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就是保留这种写法的 以至于就是说不报算 我怎么就是构建的时候不要它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叫做excel excel就是专门帮我们做这个事情的 就是排除掉一些东西 这个因为我们是有中文文档的 但是一搜索呢 就会进入英文 大家可以在域名上一改回到中文 如果看英文觉得有障碍的话 就像他这个用gquery 大家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我想用gquery 其实呢我是在页面上就已经引入gquery了 我根本就不用下面的每个都构建了 怎么办呢 我就写一个excel notes 然后定义一下gquery 我给它就是起一个名字 在require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说我import的时候就是这个 但是里面的全局变量呢 到时候是这个 对吧 就是我全局变量暴露出来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import的时候的名字 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下面就是这样用 就直接可以用了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写法 就是excel notes 很容易把这个给弄反啊 所以大家如果在配的时候 为了确保正确了 可以再看一下文档 第一个呢 我们写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啊 我们require的名字 就是我们在import的时候的名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代码 我们import的时候给它import的什么呀 是不是import的时候都是小写的呀 对吧 但是我们在实际用它们的时候 然后那个全局对象的名字 因为我们这么干了 就要求我们的全局变量也得叫这个名字 是不是啊 按这个就是配上是这个就好了 所以我们前面呢 都是小写的 包的名字实际上就是react 然后我全局变量的名字叫什么呀 react 就大写了 然后我这个包的名字呢 叫reactdom 我可能就是说我在里面 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它叫reactdom 这样子的 好 我们加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呢 再给霸王的东西 就是直接打一下包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index.js呢 就变成了5.5k 非常小了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变得这么小了 build的结果 发现 非常小 基本上就是我们写的内容 包括一些运行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这啊 他把react跟reactdom 就是简单的就这么一写 就算完事了 传进来就算是你全局有了 是吧 所以他才小了很多 但是我现在没有全局的 比如说不给大家演示了 出了这种场景 我们这种场景非常简单 对吧 只要我全局外面有了 就行了 我只要配上全局对象的名字是这个 我在代码里面就用这两个名字 然后包名呢 我还是直接这么写 lint呢也能过 对吧 然后实际也是能使用的 其实我们在讲 yeslint有个payglobal的概念 跟这个是非常像的 然后文档呢 介绍的也是比较清楚的 还有另外一种场景 另外一种场景是什么 就像我这个 比如说react跟reactdom 我没有 我在这里面 比如说react跟reactdom 就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在我代码里面的 但是啊我发现我这不是个单页面应用 我这就说有任何页面都需要用这两个文件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就用vendor 文件在我自己这里面 我们看一看就是这个 common trunk 旁边